有些細節不太懂 還是都看幾遍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做 剛剛這個地方輸出 並且改變它的什麼格式 OK 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所以把這個兩個搭配在一起 加一個LUMBER FORME LOCAL 其實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如果我要把它變整數的話 那我就把點00把它刪掉 那將來的話呢 直接把它輸出 它就變整數了 OK 所以以後呢 你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就是按右鍵出的格式 看到制定裡面的東西 貼過去就對了 管它一串還是很長一串 沒關係 就貼在雙引號裡面就對了 保證不會錯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輸出的不要是個公式 而要是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是最後看到84.4 那所以意思是什麼 一樣跑個回圈 那一樣呢 把結果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不過後面的公式 就不是丟個公式喔 那是丟什麼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就是丟一個計算的結果 那怎麼樣把那個結果給輸出呢 當然有幾個方法 我們一樣呢 把那個剛剛的月考 的公式喔 把它 也許你可以複製貼過來改 它外面一定會有4i 一定會有i等於13 到這個最下面列 這個固定的 那Sales ID的I欄等於什麼呢 特別漂亮喔 那如果說把它輸出的話 除非說我已經知道有什麼 函數可以用 不過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應該就不太需要什麼函數 只要怎麼樣 把類似的動作 就有點像都可以看到的 這邊有什麼 D13 D11 有沒有 其實呢 你會發現 如果說我們今天假如是D13的話 那將來它會往下 有沒有 D13 下一個什麼 D14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它會向下跑的話 那我用Sales 那如果說呢 這邊有一個是D11的話 D11的話 D11的話就鎖起來了 鎖起來的話 你可以用Range 好 OK 也可以也可以 只是我的習慣啦 我講過啦 這個是我個人習慣 因為如果是有鎖起來的那個範圍 我用Range 固定起來了 它不用變 但是如果會變動的話 我用Sales 因為Sales 刮戶裡面的第一個就是數字 那個數字就列號 那我可以放個i就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前面是13嘛 那下一個14的話 那基本上呢 就可以把i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數字的後面就搞定了 所以我的寫法是這樣 這可能也是前面應用的延伸 那我的寫法這樣 1 我其實可以拿這個公司來參考 那我的寫法這樣 就是如果沒有鎖的話 我就用Sales 刮戶 然後呢 它什麼 13 所以13 其實用i來代替 因為它等一下往下會變動 豆點哪一藍呢 那我這邊的話就給它D藍 OK 這樣 再來的話呢 後刮戶 再來就是 接下來就是 在這邊呢 我這個做完之後 後面就成嘛 所以我後面再加一個稱號 乘以 這邊把它加 乘以什麼呢 鎖定的話我用Range 那這個當然你也可以用Sales 我同學有提到 但是我的習慣齁 因為以後蠻多地方會有類似的狀況 那我的習慣 因為 用Range的好處是 它直接打一個D11就可以了 它可以在裡面放一個文字 OK 相對於Sales會比較好表達 應該直接嘛對不對 如果你用Sales你要打什麼 Sales 11 豆點 D1嘛 相對的變成你的腦筋要轉一下 像我的習慣是 寫程式你轉的地方越多 你就越容易出錯 而且越不容易寫 懂你的意思吧 所以我的程式盡量如果要轉彎 也可以轉彎 可以不轉彎 那我就不要轉彎 OK 所以應該 這是我的習慣 所以我寫出來程式都有一致性的 好 那後面的話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再加 所以加上什麼 那其實可以把前面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複製呢 複製到後面去 改一下 改什麼呢 把這邊改成1 有沒有 它是1 1 13 就是用I來表 因為它底下變14 15 16 那這邊的話呢 也是一樣把它改成1 所以這兩個欄位改一下 然後面再來就是F 所以再把它串一下 串到後面去 然後這邊改成F D E F D E F OK 好這樣子 就寫完了 看得懂嗎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直接就是在VBA裡面 把結果運算完之後 所以呢 它的運作的方式一定會怎麼樣 把後面的這些公式運算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邊 這邊 也是一樣 把這邊呢 按F 我把它清除掉 這邊的話 先把這個資料 先清空 然後再按F8 假設我今天 預算完之後 直接丟 你會發現這個84 而且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84.4 那其他部分的話呢 就 全法執行完畢 就OK 當然你底下呢 如果要格式化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剛剛 做過的這個LUMBER FORMET LOCAL 其實直接怎麼樣 這一行其實也可以把它搬到那個 這個 計算公式的下方 這個其實也可以一起用 或者另外好像我在講義裡面 我看一下下面好像有一個方法 這個直接輸出 或者是你可以用 除了說用那個 就是LUMBER FORMET LOCAL之外 你可以用RUN的函數 就是說呢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我要取到整數的話 那我也可以直接在這個整個公式外面 怎麼樣 包一個RUN 就直接外面 等號的後面打一個ROUND 那這個RUN的用法 其實跟在Excel裡面是一模一樣 打一個RUN 然後呢 那最後面的話記得 整數的話就是什麼 加一個Do點 整數的話是0 Do點0 後刮弧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呢 也是取得整數的意思 OK 所以呢我把它輸出 可是問題喔 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RUN的是真正的 幫你四捨五入 那格式的話 只是表面上讓你看到 以為是四捨五入 兩者是不一樣的喔 OK 所以如果把這個地方 把它做輸出的話 那它一樣會幫我把結果 真的四捨五入 所以呢 如果說今天喔 再把裡面的資料 怎麼樣 的格式再找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我把小數點再找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經過RUN的之後喔 它裡面的資料呢 一定是真的 這個RUN的 RUN的之後呢 是真正的幫你四捨五入喔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把那個剛剛我公式 輸出的部分呢 試著做做看 那這個部分呢 是在講義的第94頁 字比較小一點點 不過邏輯 原理原則 大概都相似 就是 那我這邊 講義裡面是 把RANGE放前面 SALS放後面 不過這個不影響啦 齁 因為它RANGE裡面 也可以差不多 跟變數嗎 這個好問題 可以 沒有問題 只是說呢齁 如果你用RANGE來串齁齁 我是覺得比較麻煩 相對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串嘛 AND 然後 它本來就一個字串 你就AND 然後後面 假設你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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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以 沒有問題 可以 也可以這樣寫 只是說呢齁 它變成說 它本來應該是放文字 結果你把文字跟數字都放進去 那SALS是 因為它本來就是放數字 所以本來就放數字的話 就符合它原來設計的那個 用途啦 對 RANGE可以放數字 對 可是就是 它本來是放文字 那你硬要給它放數字進去 跟我剛剛一樣啦 你要轉個彎了 那你又轉個彎 對我來說啦 我會覺得 又可能會是發生 但它是可以這樣串 可以 沒有問題 對對對 所以你以後要用RANGE 取代SALS 絕對沒問題 好 好 所以如果 假設啦齁 那你動的比較快的同學 真的可以改寫 所以你 我剛剛講啦 所以VVA每一個作者寫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因為你每一種寫法的結果都可以讓得出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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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